而国际焦点来看 针对先前驻约旦金氏基地 遭到无人机攻击 造成三名的美军死亡 美国现在展开了一连串的暴富式攻击 除了出动画面当中的B-1轰炸机之外 也在半个小时之内 发射了125枚的精准飞弹 空袭85个目标物 为的就是要打击伊朗境外的圣城部队 跟相关的民兵组织 美国总统拜登 更事后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警告 说美国不会寻求冲突 但如果伤害美国人 必将有所回应 美军B-1轰炸机 夜间从美国跑道上起飞 直直飞到中东狂轰猛炸 弹药库 榴弹直窜天际 现场爆炸声不断 这里是伊拉克西部边境城市伊姆镇 当地时间2号遭美军空袭 而这是美军在约旦基地预袭后 首次进行报复式攻击 根据白宫公布的资讯 美军出动大批军机 同时轰炸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 共7个设施85个目标物 30分钟的空袭行动 一共发射125枚精准导引弹药 对准的是伊朗的圣城部队 以及跟他们有挂钩的民兵团体 空袭后不久 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防长奥斯丁发出声明 正式消息 拜登接着又在发文 强调不愿引起战事 但如果伤害美军 美军绝对反击 而就在美国这一次报复攻击前 日前预袭阵亡的三名美国士兵 灵鹫都已经反抵国门 拜登夫妇亲自前往监机悼念 伊朗那时也早就向美国示警 伊朗总统多次重申 不愿发起战火 但这波空袭后 中东紧张情势是否会升温 就看德黑兰如何接招 继续新闻做不到 美军这一波的报复恐怕还没完 美军放话要进行多层次反击 除了透过发射飞弹 也将针对伊朗武器计划 跟网路活动寄出新的制裁 我们把时间交给挺停 美国驻越南基地上个周末遭到攻击 这也让美国的军方高层维持震怒 因为这个攻击造成了三名美国士兵 以及超过四十多人受伤 来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定住说 美国一定会做出多层次的回应 有能力依据情势多次反击 所以可以看到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 也对于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境内的 伊朗武装组织的设施 来进行空袭了 那来看到美国其实认为 这次攻袭的背后的始作勇者 就是伊朗 不过来看到伊朗总统莱西的话 也是说得非常强硬 呼吁不要在伊朗境内攻击 否则将会迅速剧烈反应 不过奥斯汀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硬 他说如果不是伊朗赞助金元 突袭的攻击就不会因而发生 那除了多层次的回应在空袭的部分之外 另外还包括了美国现在最新是制裁了伊朗的弹道飞弹 以及无人机的采购计划 包括四家公司以及六名的伊朗官员都被制裁 好所以中东局势目前是相当的混乱 那么红海危机也持续的升温 叶门叛军胡赛组织的反舰飞弹 只差1.6公里就可能击中美国海军的驱逐舰 然而与此同时 胡赛组织还在叶门首都高调举办阅兵游行 向外界展示军力 挑衅意味十足 武装分子扛着枪械一字排开一起踢针步 胡赛组织新进成员在叶门首都沙纳举办阅兵游行 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军力 还高喊力挺加撒民众 不止如此 胡赛组织继续抢下美国 大枪美国走投无路 只好请出中国大陆举重卧旋 但似乎作用不大 只差不到1.6公里 胡赛反舰飞弹就要达到美国海军驱逐舰 葛瑞夫里号 这是胡赛飞弹距离美国军舰最近的一次 而为了报复 美军又对叶门展开新一轮攻击 Yemen派军从去年11月开始 对行经红海的国际商船展开一连串攻击 已经导致红海货货量减少将近30% 挪威运价分析平台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在鸿海危机爆发后的52天 从远东到欧洲的主要贸易运输成本 飙涨200%以上 这个数字超过新冠疫情刚开始的前52天 对全球航运造成极大冲击 红海海运整个被胡赛打乱 根据美国CNBC报道 许多货运商只好变通 不是从南非好望角绕道 就是赶游从大陆绕进俄罗斯 到欧洲的铁路来运货 当中也有商船被迫折返起航点 白白浪费运输成本 这艘在海上飘了20几碗的商船 载运价值200万美元的牲畜 包括1.4万只羊和2000头牛 月初从澳洲西部出发 飘洋过海要送到以色列 但如今却到不了终点 被迫原船折返消息传出后 引发动保人士抗议 除了在海上 在陆地上中东的冲突持续外溢 一名亲巴勒斯坦枪手 闯入土耳其伊斯坦堡附近的 一座美商工厂 挟持7名工人 嫌犯还在工厂墙面 弃上巴勒斯坦国旗 逼用土耳其文写下 为了加萨 以及不是棺材 就是死亡的字样 警方不敢贸然行动 一直等到枪手上厕所时 才出面攻坚 最后救出所有遭劫持工人 并拘捕嫌犯 另外以色列驻瑞典大使馆 周三遭不迷人士放置爆裂物 防爆小组道场 在受控环境下 引爆销毁 这也凸显以哈战争 让整个区域安全 都亮起红灯 以哈冲突爆发后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 遭受暴力攻击事件激增 甚至已经到达 无法容忍的地步 美国总统拜登 首度下达行政命令 制裁四名以色列人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因为他们涉及 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